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生命纪的灵修 进度是在12章从15节开始 一直到32节这一章的结束 我们先来读几节圣经 然而在你各层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 随心所欲 宰生吃肉 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 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 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你的五股心酒和油的十分之一 或是流群羊群中投生的 或是你许愿献的 甘心献的 或是手中的举忌都不可在你城里吃 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 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 你和儿女 仆贝并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都可以吃 也要因你手所办的 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 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 永不可丢弃立位人 我们经文先念到这里 接着上一集啊 讲到这个献祭必须来到神所选择的神圣空间献祭之后呢 神也给百姓一种自由 那就是当百姓想吃这个牲畜的时候 当然是洁净的牲畜了 那么神说你可以就在你所住的地方吃 只是不可以吃血 要把血倒在地上 因为血里面有生命 尊重生命 所以我们不吃血倒在地上 那这个是神给百姓的自由 只不过讲完了这个自由的赋予之后呢 马上又再提了 你只是要献祭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样的祭物 就必须要到神选择的地方献祭 不可以随意献祭 那么这个跟上一段是一致的 只是在这里特别强调 在你献祭的时候呢 你家里的儿女 卑谱 立位人应该一起分享 可以在那边欢庆之后又再次提醒 你所住的地方千万不能够忽略了 忘记了立位人的需要 好了 这一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的看法 那就是上帝给人自由的 所以你想吃肉啊 那你就在你的住的地方就可以吃了 遵守神的法则不要吃血就可以了 不过献祭呢 这是一个与神建立关系的 这个献祭就必须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 与人建立关系 有与人建立关系的自由 不过与神建立关系 就必须遵守神要人所遵守的 选择的地方才能进行 这一点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神不是要限制百姓的自由 神给我们自由 但是所有的自由都有一个规定的 譬如吃肉的时候不能吃血了 那么献祭要去固定的地方了 而且呢要顾到你的儿女啊 你的普悲啊 还有当地的立位人啊 那这个对立位人的看重 因为立位人没有产业 所以呢 百姓应该顾念立位人的需要 他们专心侍奉神 所以他们配得百姓的供应的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神的法则是有自由又有规定 在规定中就可以享受 主所给百姓的自由 这个自由就带来和神心意的喜乐 下一段呢就讲到 当百姓扩张领土之后呢 这个原则同样在新的领土运行 照样应该如此做 意思就是神的心意 不管领土小领土大 都应该这样子的执行 那么在这段经文的最后几节 又提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来读给各位听啊 二十九节 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 从你面前减除 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 那时就要谨慎 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 随从他们的恶习 陷入网罗 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 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 我也要照样行 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 因为他们像他们的神 行了耶和华所争贤 所恨恶的一切事 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 献与他们的神 凡我所吩咐的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不可加添 也不可三减 好了最后几节圣经了 在这里摩西特别再次提醒百姓 当你们进去 把其他的人的地得了之后 千万不能跟随 他们的信仰的操作 信仰操作包括他们 怎么献祭 怎么敬拜他们的偶像 千万不要跟随 原因很简单 因为耶和华神 是独一的真神 这位独一真神又从众多万民万族之中 拣选独一的这一族来侍奉他 那当然这一族这些百姓 被拣选的百姓 当然就要跟随独一真神的 一切敬拜的方式来敬拜了 怎么可以去跟随其他民族 去敬拜他们偶像的方式来敬拜呢 这里特别提出一个其他民族所做的 那就是献自己的儿女 这是考古学也发现了 那在当时的其他的民族里面 真的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他们的神明 来博得神明的喜好 摩西在这里特别警告这些百姓 千万不能这样做 因为独一真神一定有独一真神 敬拜的独一的方式 绝对不能够混杂 这样的真理对今天我们的教会时代的 弟兄姐妹而言也一样的适用 这提醒我们活在这一个时代之中 我们有独一真神的信仰 所以我们也要有分别为圣的 行为模式和法则 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 失去了自己信仰的立场 我们当然应该与人相处美好 不过信仰有一些重要基本的立场 是绝对不能失去的 求主带领我们懂得分辨 神心意如何 跟从祂的心意而行 在周围的人中显出一个不一样的见证 平安 平安 感谢观看